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最好是用温度计去测一下 也可以用手腕内侧的这个皮肤敏感部位去测试 可以使用不含致敏物质的中性香皂 选择干净柔软吸水性比较好的毛巾 轻轻的去擦干 特别是脚趾缝 那么选择浅色毛巾 我们可以去检查有没有出血或者化浓 如果在皮肤干燥的时候呢 可以用保湿霜或者是一些润滑的乳液 但是呢注意不要涂抹在脚趾缝当中 以防滋生细菌 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正确的修剪 定期在洗脚后修剪指甲 指甲呢要剪直 不要斜剪或者修剪的太短 长度的与指甲平齐就可以 剪了之后呢轻轻的磨平 以免它被一些尖利的指甲会碰伤脚步 如果发生了便据或者欠甲 一定要请专业的足弊医生或者护士去处理 切记自行修剪或者去修脚店去修理 另外呢就要正确的选鞋 最好是选这种鞋尖比较宽大 不挤压脚趾透气性好 能够系道的平底的厚底鞋 那么最好呢就是说 在下午和晚上去买鞋可以试穿 因为呢新鞋要试穿之后才能逐渐适应 穿鞋的时候呢要轻松舒适 任何部位都不应该有磨脚或者夹脚的一个感觉 不要穿高跟鞋或者是尖头鞋 同时呢要正确的穿袜子 选择一些清洁干燥柔软 松紧适度的棉袜或者是纯样毛的 那穿之前呢要检查袜子是否平坦干燥柔软无皱 最好穿无接缝的一个袜子 袜药要松以免挤压到腿部每天换血 那第六呢就是足部的真菌感染的处理 那脚部出汗比较多 所以容易受到真菌感染 应该保持脚部的干爽 那么足显比较轻的患者呢 我们可以遵医嘱局部用药 未经专业医生指导 不能自行使用抗菌药物 以免药物使用不当 从而加重感染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